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谈叶子黄的问题 那么在上一次我谈到氮磷甲的这种缺乏 而导致的叶子发黄 缺乏氮肥呢 那么叶子呢 底下由下而上的 那开始黄 然后呢整个叶子 全部是黄的 然后均匀的黄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断定它是缺乏氮肥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上次讲到了缺乏 磷肥 那么磷肥缺乏呢 首先就表现长的个子 非常矮 然后呢还有在边缘呢 会出现一些中色的颜色 或者死的叶子 或者一种黑色 比较深的颜色的 这种叶子 缺乏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甲肥缺乏 那么甲肥缺乏呢 就会造成这个叶子 这个边缘呢 发生这个 有这种棕色或者死掉 Yellow的现象 然后它逐渐的向中间发展 那么上次我们谈到了这三种 淡灵甲的缺乏 所造成的黄 黄叶子 可是我们有很多朋友 非常爱惜它的这个植物 所以 往往就去买一些复合肥 因为现在我们商店里面卖的肥料 都是复合肥 那么我们都用了足够的 那么足够的复合肥 为什么叶子还会出现有黄的现象呢 那么今天我就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在就是淡灵甲不缺乏的情况下 叶子黄呢 我们就会 consider 有他们的这个有这样最主要的三个缺乏 第一个是酶 就是Magnetion 那么Magnetion它的缺乏呢 往往会造成这个就是叶子发黄 但是呢 你如果看它的这个 Win 这个纹路 如果我们看它的一些纹路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Win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 在这个叶子里边的这些纹路呢 还是绿的 那么还是绿的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非常典型 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 我 是绿 只是在它的这个 一些茎 一些叶子的这些 茎 茎部分 是发绿 但是并不是全部的发黄 那么 像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而且这个颜色呢 Turn to 白的 比如说 像这个情况 像这个叶子 就是 出现白的颜色 那么白的颜色呢 我们就说呢 那么很可能它是 Magnetal deficiency 也就是说它的 美缺乏 那么这种 而这种美缺乏呢 往往你 就是 改变了以后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旧的这些叶子 它也不会改变 就是你不要以为 你加上肥料 或者是改变了 它就会 这个旧的叶子 它就会 会变成好的 它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 只有在新的 生长出来的枝叶 那么我们就不存在的 这种现象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一般的来说 我们是这个 美缺乏造成的 也就是说 总而言之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可以看到它的这些纹路 纹路还是绿的 就是它的像这个 血管一样 还是绿的 然后呢 它的别的部位呢 就发白的现象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说是它的 这个 美缺乏 就缺乏美造成的 像这个就是 典型的这个缺乏美造成的 看那个叶子 它的这个 我们纹路可以看到 它就像 就像我们有些人 这个血管 都已经很突爆出来的 这种现象 那么这是美缺乏 就是还有一种 矿物质缺乏呢 就是我们经常碰到的 就是铁缺乏 那么也就是 Indeficiency 那么Indeficiency 特点就是说 它的从这个头上 它开始 就是说 有些这个叶子呢 它的在头部 是绿的 而根部这一部分 新GROW出来的 是白的 也就是说 它原来的老叶子 是绿的 而新的叶子 是新的那一部分 是白的 或者黄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一种缺铁的现象 那么这个缺铁的现象呢 它和这个 和别的这些 比如说蛋铃甲和铭 不一样 因为蛋铃甲和铭呢 它们的这个营养 是可以 叫mobile的 就可以 可以移动的 就是可以转移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老叶子里边的 这些蛋铃甲 或者铭这些营养呢 我们可以 转移到新的叶子上面去 它叫mobility 那么它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它可以转移的 但是铁 它是不转移的 所以不转移的 也就是说 老叶子呢 它的这个营养 它一旦有了铁 它就有了 它不会再丢失 也不会被移走 而那个新的叶子呢 由于缺乏铁而造成的 那个叶子 就会发生白的现象 红 所以说呢 那么从这个铁的现象呢 比较难看到 因为这个铁的现象 就是比较难看到 就是说我们看到 就是叶子 凡是这个叶子 就是说 诶 它很奇怪 它的这个黄呢 一般的是 从边部 或从tip 从这个头上 一般来说呢 这个叶子 它的这个白啊 是从这个边上发展进来 而这个缺铁呢 正相反 也就是说 从这个新的growth的 这一部分 然后呢 在新的growth 这个地方呢 它是 发白的 而尖呢 是发绿的 那么这种现象 啊 往往就是说 那么缺铁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 它在新的枝叶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缺铁比较难遇到 也就是说 凡是你看到这种 这种叶子 底下的是绿的 而这个 头上的这些新的叶子 都发黄 都发黄呢 然后呢 而且呢 这个新的叶子呢 好像呢 越长新的 越黄 然后 就是越老的 越这个绿 那么这种现象呢 就很可能 就是一种 缺铁的现象 叫做Iron Deficiency 那么我们现在 在谈最后一个 也就是 经常发生的一个 叫做Causine Deficiency 也就是说 我们缺钙 造成的这种黄 那么缺钙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 它也是一种 就是说 这个钙质的瘤 它也是一种 就是说 不可流动的 也是 Inmobility 的Deficiency 也就是说 谁拿到了 老的 拿到了这个 Causine以后 然后它不会改变 而只有这些 新的叶子 才会有这种 Causine Deficiency 所以往往都是 这些New Growth 它会有这种现象 而且呢 它也是 它很像那个 Potassium Deficiency 也就非常像 那个假的Deficiency 它就是 从边缘开始 然后 逐渐的 死掉 就是说 像那个假的一样 从边缘开始 有这样 这样 星星点点的 开始 就是有 中色 有死掉的现象 然后呢 这样的话 这个叶子呢 就是 中间呢 后边都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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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就是 也是新的 Growth的这些东西 就被死掉 而老的这些 都 就相对的健康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往往是 Causine Deficiency 那么 在这个 Causine Deficiency 那么 这个 Causine Deficiency呢 它是 最主要的 发生在 就是说 你的这个植物 在一个 不通风的情况下 因为这个 Causine Deficiency 因为Causine 它需要 需要风 因为风 一吹了以后 这个 这个叶面呢 它就会加速它的 清陈代谢 和光合作用 这样的话 就像我们人一样 我们人就是要锻炼 一锻炼一跑步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Motabolism就加快了 那么它的也是 这个植物也是这样 就是说它的 盖子呢 它的这个 吸收呢 就是需要有一定的风 需要有一定的 这个 Circulation 这样的话 它可以加速 它的这个 吸收这些盖子 那有的时候呢 就是 它加速这个 吸收盖子 那如果没有 这种环境 没有风 没有什么东西呢 即使你有盖子 它也不吸收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这样我们就会有 这种 Causine Deficiency 的现象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总而言之 就是说 我们看到一棵树 如果说它不平衡 从叶子上不平衡 凡是看到我们的植物 不均匀 比如说底下黄 上面绿 然后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这个不均匀 这个color不均匀 那么或者是我们看到 页面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 边上黄 中间 前头黄 或者后边黄 就是这种不均匀的状态 都是这个 这个植物 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 就是说 它 它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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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钙 我们要解读 它的这些code 我们要解读 它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所以说 我们 那么它在这个 缺乏这些 这些矿物质 实际上 有两种元素 那么第一种元素呢 就是说我们的营养 我们的肥料不够 因为我们土壤就这些 然后在土壤里边的这些铁 这个东西被消化掉了 然后没有补充 这样的话 这些矿物质没有被补充 这样的话 这些植物它就会出现 逐渐的显示出来 这种 比如说缺钙 缺这些矿物质的这种现象 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 就是说 我们的土壤 是OK的 但是有些植物呢 它本身天生的 它就缺乏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钙的吸收 或者对铁的吸收呢 它就有这个弱势 所以说呢 它也会造成这个 就是很容易产生黄的现象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就是说 从它的叶子来解读 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我们解读好以后 然后我们在适当的采取一些措施 来帮助它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我们的食物 如果出现不均衡 不均衡的color 这color不均衡的 因为或者下边黄 上面绿 或者上面绿 或者下边黄 或者是老叶子黄 新的黄 新的红绿 然后新的黄 老的绿 这样的话 等等这些现象 都是我们 告诉我们 有问题 就是有这个营养方面的吸收的问题 那么有朋友说 那就是一变黄 就是死亡的增长 也不完全是 就是说 因为什么 它是黄 它只是说 它是因stress 也就是说 stress stress就是说 它不够 在那有些挣扎的现象 就是说 会 会 有挣扎的现象 就是会有这种缺乏的现象 但是如果你 幫助它解决了 提供这些营养 帮助它解决了 那么它就会改 就会变成绿的 变成 就会健康的发展 如果说你不去 解读 它的这些传达的信息 然后呢 它就会 逐渐的 就会 getting worse getting worse 就会慢慢的 就会越来越糟糕 最后 导致死亡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 认真的对待 这些植物 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就是说 我们要分析 也提供这方面 帮助它 度过这些问题 度过这些难关 这样的话 你的植物就会 茁壮成长 开化结果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就是主要是我们讲 这就是说 我们的magnetal deficiency Ion deficiency 还有这个 calcium deficiency 就这三个主要的矿物质 当然还有其他的什么 萌 还有蜥 那些deficiency 但那些东西呢 那些东西呢 我们 现在就是很 很少会出现 但是那个也是很少 我们能够看到 所以说呢 这个 而且呢 那个我们可以在以后的 在碰到的问题当中 我们就个案可以分析 那么在下一个视频当中呢 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解决这类似的 比如说蛋铃甲缺乏 还有这个鎂缺乏 铁缺乏和钙缺乏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 有没有比较容易 比较直接的胃 帮着它度过难关 那么我们是有的 而且是非常容易 我们将在下一次 这个视频当中和大家分享 那么在完以后呢 我们将继续分享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植物的味道 改变了 就是不是原来的那种 这么好吃 这么好的味道 delicious的那种味道 那么我将在以后 和大家继续分享 好啦 谢谢大家今天 收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 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